当脚枪女遇到钢铁之难 高低得封一个 前友易能静跟狗比低违 宝宝对着狗比对我还有耐心 因为他话没那么多呀 那他每天都不讲话 你会娶他吧 不许话他讲话我也不能娶他 先友留言问郑君 爱他还是西红柿 太香了 今天我最愉快的吃饭 看见我愉快 还是跟你吃西红柿的愉快 今天他比跟西红柿比有意思 易能静跟前号撒娇 老公你可不可以叫baby 或叫我宝宝 宝宝你要不要安静一会儿 静静子只想要爱情有错吗 我跟你还是爱情 你跟我是亲情 我跟你那么明白 不是你跟我再说相容 我跟你再说我 郑君总能轻飘飘一句话 把刘云热猫 没有人能让你不愉快 无论你自己也不愉快 是吗你同意吗 除了自己能让自己不开心 没有人能真真正的让自己不开心 我同意 我同意是这样的 今天对刘云孤普亲近 对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我们俩在一起 接满转开中偶遇送中的一套 前号至脚请至了会好 但是会不会觉得外面的女生很漂亮吗 因为她们都是打扮好 她们可没这么狼狈的 外面女生有的照样 这原来确实也很漂亮 但你不能女生也不让我很漂亮 还过到绝绝有回忍 你们家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爸爸是真的很喜欢美女 为什么呀 一般像你们这独起的家众会 他们都是党员 你小时候掉回就这些 但是郑君志矫情 只完不后 写这个就让我很难过 我不能说一个实话 我不能说一个实话 如果夫妻俩一起去旅行 早上起来你们俩希望一起干点事 你的回答是 如果我一个人的话 我就会打打坐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问你关于两个人的问题 你永远不去计划 我们两个人会怎么样 你永远计划的就是你自己 我感觉她们跟陈小春 分意中活得不够偶像 就是我想要尝试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改假吧 希望谁先离开这个世界 那当然是我先离开 是吧 你还年轻漂亮 可以再找一个 可以再找一个 前后和郑君找到对友了 这是其他夫妻的日常走路 微笑在泪在天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这是四大爷夫妻俩的画风 这张红红模样一重 满重愿望 就连拉手都不会 要牵手前情的你就 那一定要 那你牵我的手 我牵你的手都被你甩掉 什么时候 我都不知道 陈老师有点厌离劲 但不多 方向情形说要吃虾 我正想说我想吃一个虾 虾我给你弄虾 你看陈老师给我的虾 我说我要吃虾 你不要吃这个虾 那你要哪个虾 皮皮虾是吧 皮皮虾是吧 是这个吗 求生欲总是来得太迟 你的意思是我给你包开是吧 你就说嘛你就明说嘛 好